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Mr.Money 本周又和大家见面了 今天是6月9号 先和大家问个好 之前有同事或者有朋友跟我讲 你说的好多干货 但是能讲解实战的吗 我要敲黑板 我要敲黑板 为什么呢 你们记得5月27号我在节目开头的时候说过吗 说过哪个公司吗 说过哪个公司的进展吗 行业发生什么了吗 对 就是播音 如果大家去仔细翻看一下 我上次讲的节目的话 你就知道我想说什么了 然后大家再看一下5月28号到现在 播音涨了多少 从150块钱到220多块钱 对不对 没有骗大家吧 如果你认真听Mr.Money讲行业 讲公司的话 认真的关注的话 我相信你不会错过这波行情的 所以大家认真听我 我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价值的 我们因为上周讲了关于怎么看招股书 现在我们继续讲上周的话题 我们今天讲的是什么呢 企业的一些核心的几个循环的一个怎么看 包括风险管理怎么看 包括关联交易怎么看 我们把今天这个东西close掉 那么首先我们讲公司的业务 六大循环当中最核心的那几点 首先我们看一下分布报告 这个我们是从招股书上面摘下来的 大家不用去看具体 这个名字叫什么 两大块 一个叫公有云 一个叫企业云服务 那么很多专有术语 比如说什么负载均和虚拟化 我相信大家不用看这个东西 大家要如果是专业人士 我们稍微后面讲 但是现在的话我们要说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整个收入的增速 我们讲这个工业云也好或者企业云也好 它的增速是多少 大家按计算机就知道 我们看到整个公司的增速年化是在70%以上 还记得上次我们讲的整个行业是多少吗 30% 所以70%的增速对30%增速 这个公司是一定有价值的 这个一定是属于比较领先的 那么接下去我们稍微技术展开点 那目前来说的话像虚拟化弹性管理 包括一些分布式的结构 是现在云计算都在做 包括Oracle 包括亚马逊的Azure都在做这块 所以这个方向上面 这个KC是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是完全是正确的一个方向 可能有些地方还做的还不错 那么如果我们看它的下游应用的话 游戏和视频和人工智能是它的三大块 人工智能不用讲 大家都知道这个概念 但是我特别想说一下游戏和视频 大家将来一定会明白 这两个行业在中国一定会起来的很快 而且增长很快 我们今天这不展开 因为以后我们有的机会 会好好讲这个行业和相关的公司的 OK 好这一点大家先记住啊 接下去我们来讲一下这个云里面 就是我们讲的 Sorry 公司云这一块 这也是最近两年起来很快 从几乎没有的收入占比 到将近10%的这个占比 那其中它主要是用在企业云和云平台的 包括管理啊等等也包括说区块链的一个 一个平台降低了很多的这个门槛 让区块链的项目能进行这个部署和展开 那么我特别要说的是对于这个企业云来说的话 目前的金山云当中对于金融机构 对于医疗健康的增长特别快 那么比如说金融机构的话 它有七倍到八倍的增长 甚至有些人说十倍的这个增长 这个源于它的一个曾经长期的年薪的这些客户的一个管理和关系累积下来的 所以这块会特别特别在未来也会有一个很高速增长 所以从整体行业增速来看的话 包括公司的这个所处行业地位来说 它是绝对值得去期待的啊 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 它的采购与生产销售 然后我不一个字来念 但是有一点呢 我特别说就是这个公司 它对于行业的垂直应用 比如说我们讲的金融领域 比如说讲的这个公用事业领域 其他的工业云等等 它是做的非常的到位 因为它原来就是整个这个行业的积累 它放在那边 所以它起来会很快 这个也是它的一个优势 我们特别想讲的 那么不展开 然后呢我们再说一下它的采购与生产循环 整个云计算它和其他的传统生产工业会不一样 因为它偏的是这种软件等等 这块会比较多一点 那么它采购也有一些比如说服务器啊 一些这个包括一些无形的比如说带宽资源和IP资源等等 这个是比较核心的包括能源等等 那么它生产其实都是依托于这个IDC提供一些这个线上服务 所以呢这个它会不一样一点 但是我们就不在这边展开具体 因为没什么太多好去这个多说大家都能理解 那么我们前面的这个三个循环里面说完以后呢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后面的相对内部来说的三个循环 它们分别是技术的研发 人力资源还有一个就是财务 那么首先我们来讲一下技术啊 因为又是一堆专有名词的虚拟化分布式存储等等 这完全是公司的核心技术也是未来的一个云计算要发展的方向 那么以后这块呢 大家核心的这些技术啊或者说是看似很深的东西 Mr.Money当然都会给大家以最简单方式讲解 而且也会提供相样的标点 大家不要急 但是大家就要记住这个方向一定是未来的方向好不好 然后呢我们再讲一下这个人力资源啊 人力资源很多人会说有多少工程师啊 有多少这个什么文凭啊 对不对就我其实这个说的没错啊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要看一点啊 因为我喜欢把管理层这块高管也放在这个人力资源里面循环里面啊 有特别要提一下就雷军 因为这个金山云的老板叫雷军 然后大家都知道小米都知道金山集团 那么将来雷军会把多少的这个资源 我们讲市场的资源 因为小米打造的生态系统那就包括云这块能嫁接多少 这块我们觉得是值得期待的啊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们讲了2013年的时候公司做了一笔股权激励 那么股权激励其实就有点像发股票 然后让这个这个这个增加大家积极性把这个公司做大 大家都形成双赢的这个局面 而对高科技公司来说的话 股权激励是用的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如果在招股书里面 如果有一个高科技公司 他告诉你他没有股权激励的话 这种公司大家要当心啊 这种反而是觉得最可怕的一个公司 那么好我们接下来点一下这个财务分析 因为财务分析展开会说很多 但是呢我们这边不展开细说啊 我这边主要讲的一点是 现在金山云这块 他主要是一个重资产的公司 我们说的重资产是重先期投入公司 不是说他经营生产当中重资产 那么他在先期大量的投入 包括这个这个我们讲基础层的一些架构设计 包括这个初期的人员投入等等 他会在前期投入很多 那么相应来说 随着这个他的规模快速过大 其实其实他的整体的一个增量的成本是很低的 可能我1000万到2000万 2000万到2亿的时候 他的成本其实差不多的 大家能想象一下吗 所以我们看这类公司的时候 只要看一个东西就够了 看什么看收入增长 只要收入增长表示快速的话 大家会看到说他的毛利的增长水平 他的这个利润的增长水平 都会快速快速的增长的 看报表大家都能明白的 然后呢 我特别要强调的一点说 就是说很多人这个看报表 他一看这个亏的报表 其实不看了 这个不对的 因为亏的报表的话 有可能说他现在还没到盈亏 只是因为规模在快速扩张 但是还没到那个点的时候 有些这个不要错 比如说KC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 我们看到他的毛利的这个亏损 我们在快速的减少 这个尤其是在2019年特别明显 所以大家都值得去去看一看 这类的公司留意一下 那么有一点我特别要强调说 是很多人做财务分析的时候 就爱看两张表 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那么其实啊 特别我们要关注的是现金流量表 为什么呢 这个现金流量表是最难作假 不像利润表可以通过报表 会计手段去粉饰的 那么我们要看什么呢 金银现金流 如果金银现金流通常要和我的利润增数 进行个匹配的啊 如果这个不匹配不匹配的话 大家就要特别当心 这类公司要多去看看 就要就要这个特别注意 是不是当中出现造假 或者5B这种风险 我们现在看到的金山这块 他做的相当的可以 我觉得是2019年啊 这个整体的这个我们讲金银现金流啊 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同比的一个增长 这个缺口啊 缺口这个出现了这个快速的收窄 我觉得是值得关注的啊 那么好 我们讲完财务以后 我们特别要讲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 其实不是为了应付SEC啊 这很多人不看 但是我们特别要关注 关联交易 就在很多人会通过关联交易 把这个收入啊 把这个利润做上去 我们要看到的是 对于第三方这个公司独立运行的能力 独立盈利的能力 所以我们会看几点 比如说关联交易当中互相的买卖销售 互相的资金拆解啊 这些我们特别要关注啊 那么比较可惜可贺的是什么 我们看了看了这个金山云 他和集团金山集团 包括小米集团 他的销售额在收入当中占比是往下走的啊 这点特别好 而且呢 他们的这个借款之间往来借款 尤其是金山云对于小米也好 对于这个金山集团也好 他的这个整体的依赖性都在大幅的下降 所以我们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啊 那么接下去是我们讲风险风险 风险风险特别特别重要在于很多人根本不看他 我们看风险风险 不是看他每一个风险具体是哪 因为这很多是律师写的 但是我们通过风险风险能看出 这个公司管理层对于自己公司的定位 业务当中到底碰到多少问题 有没有清晰的认识 我尤其要点出来说 尤其是比如说企业文化管理层是否意识到 因为有一些激励的方式导致 企业的这个管理团队执行团队短视的这种行为 他们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啊 我们最简单的例子啊 之前我们讲的瑞幸咖啡对不对 短期的这个收益包括割韭菜 是不是有这样的文化在里面 或者说是这种这种造假的这个感觉在里面 对不对 第二点呢我们讲的比如说商业模式啊 这个很多企业其实很多都讲的是精英层面 我今天一点精英层面都不想想 我想说商业模式是很重要的 那么企业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商业模式当中不足 或者说有没有足够多的 比如说我去考虑他的这个敏捷性 或者说是他的变通性 这点如果企业高管意识到的话 对这类公司我们会特别的这个进行一个看好啊 那么好我们现在呢 就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讲的简单一点 我们把它做个总结 首先总结来说话 优点很明显 公司的成长性很好 通过报表分析 通过这个经营数据分析来看 那么他的行业优势 他特别对于垂直应用的行业有特别明显 或者说是特别深入的这个扎根和理解 粘性很高 这都是他的优势 包括雷军作为这个股东将来产生集团这个协同 这是相当有看点的 但是他的缺点呢 也会有一些明显 我们包括说 目前来的竞争 包括他这个相对来说 对于个别客户的一些过度的依赖 但是更主要我特别想提醒的是说 由于这个公司是通过Jobs Act这个上市 所以他对内控来说相对会比较弱一点 包括他对有些信息披露啊 以及是否符合未来 因为他侵涉到一些行业是比较敏感 比如说我们讲的政府的单子 比如说讲的是金融的这些单子 他是否有些信息披露或者说工作抵搞 审计抵搞 愿意提供 如果不愿没法提供 他是不是会将来影响他继续挂牌上市呢 我们不知道 我们只能谨慎乐观 但是不能完全的忽略这一点 所以这个风险风险也好 或者说是公司的深入 看他行业来说都有这样的一个帮助 所以希望大家也不要说我今天说了 大家就去买 而在于说这个学会这种思路 那么我们来再做一个预告 这个今后我们节目会有一些增加新的内容 增加一些这个改动 然后我们会把具体的行业 省掉大家很多的研究的时间 把具体的行业具体的公司提供给大家 给大家增加更多的利润 好吧 给大家带来财富 感谢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点赞 谢谢啦 今天就到这里 拜拜